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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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鹿这几个 天鹿确实看得出来 天鹿这个训练强度确实太大了 是整个的这个队伍的默契啊 包括瞬间的一个交流啊 都是非常到位的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说的点 确实是一个实力的年呀 对吧 好 呃 ct 开 天鹿赢下刀局之后 ct 开 哇 哇 双局 今天还要打双局吗 本太子 打小鬼 我们回顾一下天鹿的防守阵型吧 再想一下 hp 火车的进攻侧路 呃 套路 两颗闪一颗烟 那这颗烟 对 有一颗烟的时候 我觉得优先还是警钟 这颗烟封号 那看这个思路的话还是要打B点 两颗闪闪之后B点直接进 感觉hpB点会打的比较多一点 先看一下hp 好 一波拐 直接B二楼往前走 没有 这边选择了斐中 一颗烟先封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这颗烟一封的话 A点已经是全部的开始往里走了 哇 这个超后的速度 弟弟 B点什么都不管 驾驻过点 吸引一下 先趁热下包 跳两三 逼到金点 葛老可先点到头 哇 回心再一枪 黄契这边包点等了很长时间 金点 我可以把银机移动的一个三连发 那这局的话一个三打二 三打三 二打二 不好意思 有点慌 黄契这个在两箱位置已经是绕了好久了 出来补枪 好 刚才不看到这局的话也是啊 回顾一下 打到现在这个黄契没有钱了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好赢了 打到现在的话 我看到这个hp也是进攻套路也是非常简单 两颗圣闪直接进 然后一颗烟 烟住包点趁烂下包 三的发挥很关键啊 回身 两枪 全是头 两把AK 哇 HP开局就两把AK啊 三把 三把 说少了是吧 说少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黑名网没有必要这么拼啊 小假AK起啊 对方是钢枪局啊 你要起个小假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吃亏的 就是一枪架到了奔态的身上 打这个肩膀上了 是吧 奔态的说这个我用肩膀帮你扛枪啊 是 哇 抬头 你看这一枪 虽然杀鹰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杀鹰的话总身抓头就是一枪 感觉要翻 我再来一个 哇 黄阵这两枪 世界级的 没毛病啊 进点一枪 打头 第二枪 拉狗的又是头 这个确实职业哥对杀鹰的这个 天祖今天这个光环很奇怪啊 不是你翻我 就是我翻你 而且他给对面送了两把AK 还可以翻 这个直接三把大枪 黄阵也是凭借两个精彩的刷屏啊 爆头之后也是起了一把MCA1 好 关键局啊 翻还是不翻 看HP能不能翻下来 红楼梯 哦 感觉这个位置的话 三 哦 还好 回去了 我忍住了 没直接出来啊 出来的话 三这个过点 这种距离 这个景点是看到了弟弟 嗯 小鬼 B点 奔态的一个人 我应该听到了那边的话 B的动静应该很响 嗯 绿通这个点的话 看黄震有没有注意啊 因为黄震 我看到马上就要绿通的相遇了 好 这掰出来 直接把三打死 这边看了一下 泰克奈也表示不屑于剪 是吗 哈哈哈 我不要 啊 我不要啊 线圈多好 这两个人架点有点架虫了 线圈这个位置应该是 哎 高台摸上来了 高台这个点在等 等队友 等队友 达克白 达克白 IMO 直接过来把Zakia打掉 往里面走 抽一枪 天本爸爸过点架住 三打三 非常有机会啊 这一局低波这边在等 这个特殿位有AK的话 还是比较好打的 直接是抽掉奔态的同步的 Mokey这边是把小鬼给打掉 黄震 又来到 蓝蹄又来到黄震身上了 难道是又要翻盘吗 黄震说每次都要给我剩一个这样 坚决的任务 是吧 对 黄震说也不能拿我这么练 哈哈哈 那这一局的话 我们看HP也是 这个把下点架的都比较稳吧 这边闪出来之后啊 沙英也是没有多余的枪 一枪头直接爆掉之后 也是又翻盘成功 那天罗接着钢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这种对攻战我们看的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双方互相钢 然后HP是成功的 我觉得成功的带起了这波节奏 就是说 他现在可以就是把把逼着天罗跟你钢枪 然后在这种乱战之中 建立起一个经济优势的话 我觉得上半场还会拿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看起来两把车王 两把杀鹰 这边的腕儿 你可以直接摸到这边位置啊 这个烟的腕儿还是帮了一下 三楼上躲了一个 哇 这个距离才不见低够 没有 对 有点失误 没关系 第一枪没有抽到的话 第二枪其实不太好 我会找这个枪显的 A点一波 看一下这个烟已经是封到位 有闪 打两颗高闪直接再出 三混到近点 对 直接把摸了三 绕过来 看头皮 直接打 包点还有一个 防针 这个伏地膜 趴在地上吧 对 一个 两个 我 包下好 弟弟回防过来 三 好 第二个位置确定 打掉了吧 打掉了 直接拆 哇 双方互翻啊 HP还是有钱 下到包接着起 刚是刚得了的 那天鹿这边经济 也是被HP拖动的比较难受了 那下局双方经济 应该还是差不多 起枪方面的话 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劣势 好 AK AK 49 AK 48 果然下到包之后 我们看HP这局 这五把AK直接打起来了 相反赢下这局的天鹿的话 经济还不太好 一把AK 好 这边也是直接把大枪补全 这个好像没有钢枪局 不是没有钢枪 没有依靠局 慢慢的已经直接过到长枪局了 300场第五回合 小鬼 这颗闪并没有弹啊 但是 哎 绿通 哇 这拉出来两个 哇 这次MO好凶猛啊 小鬼刚才上来是直接被打掉 MO拉出来也是直接被打掉 但是 他觉得一个2打5 红楼梯和这个绿通是直接选择 就是快捞的 嗯 对 对 延后面 3 这边乱枪打死 最后一个弟弟 1打4 其实像这种的话 这个集合两个人铺一个点 还是比较好铺的 嗯 大不了的话可以是跟你一个1换1 因为毕竟你每守一个点的话 都是一个单人防守 是 而我进攻的时候可以是多人进攻 对 3 加住延后 那这局的话 HP可以拿下 那弟弟的话 打吗 弟弟 下一局我们知道天鹿手里是没有经济的 没有经济 我们想想 我觉得应该不刚了 那刚到现在的话 是得一一波了 一一波之后把经济缓和一下 仰起来之后再打一下双局或者单局 什么个思路 加个过点 打完三之后啊 弟弟这边直接保枪 还有一个一点血的黑曼巴 赶紧找一个安全位置 也是怕被余阵给震死啊 那这边过来 是不是 哎 对 打两枪 好的 3比2 HP咬下了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一分 看天鹿经济28001500 哇 三八里直接刚 然后2800的奔太太起了把鸟狙 弟弟把枪没有扔掉 但是我们看到MO自己又是起了把车王 同样黄震拿把杀鹰 开局的话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的凶啊 瓦尔基里直接起吹风机 估计他没有想到这局天鹿还能再刚 他可能觉得他判断这局应该是一了 所以说我们看这周下的这个指令 也是快速的抢占一下B点低波 直接一路往里走 嗯 低波走两个 天鹿堵了一个5A 是的 嗯 那打回王 高波不一样 哎 金钟火 忙扔啊 好的这边这个火也直接铺开 这天鹿这波经济 然后枪械的话去打一个新点的阵地战 应该是不太好打的 那奔太太也是被打的MO对吧 死亡也是被收掉 原点底线滴滴换掉一个 但是这边是人头术不占有点 对 已经是加好这个位置了 我楼上 好 最后确定小鬼的位置 那下一局天鹿应该是要一了 天鹿一了之后呢 HP知道这局你没有一 下局肯定是要一的 下局一的话呢 节奏应该是还是会打得非常快 那趁着有枪械啊 可以好好欺负你一波 我 好 我来把华尔西迪这把启通机给打掉 我发现这个 红楼梯这个位置 小鬼自己玩的真好嗨啊 嗯 每次你要上上下下的也是 三菱电梯 对 上上下下的 然后这个是吧 我这算不算给三菱打广告了 这个没关系没关系 也是打激动的也会把枪丢出去 是吧 2比4的一个比分 这局天鹿 把经济养好 踏踏实实一口 那这局肯定是HP就是知道的 对吧 你上一局刚枪的那这局的话 我肯定是要打一波快捷座 我用我这个枪械的优势过来去欺负你一波 但是开局的话 妈 黑门把 我 没有回来 但是这个枪捡不到啊 捡不到枪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枪 捡到枪的话 这个确实是 胜负又不好说了 老三楼下这边藏好一个 鱼童一波包过来 这局觉得果然是打得非常坏 2比5 开局HP拿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数 看长枪局 看一下投掷物啊 小鬼自己带满 买个钳子 然后骑一把车王 9500的黑门把啊 HP 我进攻局 嗯 黑门把打进攻局好像不是很常见的 对对对 黑门把我们有看到的话 打打打防守局啊 进攻局确实不是很常见 是不是想过来抢一下位置 但是我们看到黑门把第一时间也是没有出现 魔可以直接往来跳 知道吗 这被刷的 对 Dakia跳下来之后也是直接被打掉 那最后看一下绿通这个点 黑门把是直接拿狙击架住 嗯 两个人躲在绿通 另一个人是红楼梯上面 准备打一下你断后的这名 超后的这名队员 但是你这个时候三个人进攻 天路应该是不会贸然的潜牙的 5打3 5打3把点位架住 那这局的话HP不是特别好打 黑门把不敢收进啊 这个狙击也是慢慢匹克 李同匹克一下 穿到 好 再一颗雷不走吗 这颗雷可要带走了 不走 那没关系啊 我们看追回这一个人头之后三打三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HP的战位是有点分散的 有点分散就是互相补不到枪 那红楼梯被迫要自己打了 小鬼也召到 下面这个挖机里应该是听到小鬼的这个声音 对 知道你在近点 对 直接跳下来 我踩着火往下跳 我像 可能觉得这块没有召到是吧 想要就是说打一个这个火烧的 出其不一是吧 让你觉得这边有火不下来 我不下来对 可能是觉得你这一枪可能不会提前开 是 那狙击捡回来之后 我们看直接是把狙击丢给了MO 那这局天路赢下长枪局啊 经济得到一定的这个 但是这局千万别输 这局千万别输 多了的话 经济又是得进入EDEK的一个情况 500AK起起来 HP 女虫先过来断 匪中没有放人的话 这个三点包A的战术应该不是 应该不会这么打 我们看还前期还是一个默认站位 低波准备试着往外出 黑白巴烧了一下 接着架高火 各个点架胆 全部把这个位置给架住 天路这局我们知道 就是这张图能前压的点真不多啊 大概就是两个点 就是B点低波前压一下可以试试 然后红楼梯这个点 压上去直接 我觉得第一时间压的话肯定不太好 因为你上去可能路都站不稳啊 就一下就被收掉了 那要不就是绿通这个点 能压的点大概就这两个 匪中这个点的话 第一时间肯定是不好往前压的 第二时间的话 可以配合一波队友 把匪中清干净之后 封一颗烟直接封匪口 小鬼 匪中黄阵应该是压进来了 B点两个人站位站的非常稳 一个火烧一下 MO 好 捡到了这个黑曼巴的狙击 瓦尔基里慢慢清 要不要闪 不要闪 直接自己打 然后我们看黄泽晋点走的这个位置 嗯 近点瓦尔基里 我往车上面瞄 近点看到了 好 拉过来 秒掉之后 我们看到 B点混两枪 我看B点是一个双架 像直接架车上这个位置 但是A点瓦尔基里这边已经摸摸 看到腿了 哎呦 小鬼这边还是被这个红楼梯上面的动静吸引入了 直接摸掉了 对 过来警钟奔他的 阿尔基里再架一个 那MO的狙击位置摸摸 这个围防位置已经是看得透透的 对 刚才弟弟也是知道在B点打了两枪 弟弟这个位置应该是被架死了 三楼下 阿尔基里夹住了 那不好往外出了 两边都有人 弟弟先掰出来打第一个 一个回右边 真是被摆到 MO再过来收一个 二打二 这个局势又不好说了 慢慢往回追 五刀有 红楼梯下面有 这个先帮风科音 我拉出来就把耳猫打掉 嗯 弟弟 也是确定 没有听到拆包的声音啊 也是 好听到了 换两枪 弟弟先打第一个 哇好戏 再直接拆包 没有再假拆一下 小Kia 已经确定了你在红楼梯这个位置 对 小Kia换子弹的时候 这个小顺便拉出来 应该看到你没有拆包 好的 这一枪一颗头 那赶紧 狙击捡不到了 保命吧 要炸 3比6 那没有经济 你刚才是怎么来的 是 这集千万不要输 是 这集千万不要输啊 3比6的一个比分啊 开局的话 HP拿了一个比较好的分数了 一个3分领先 下一局天鹿 下一张图 我先不猜下一张图了 今天下一局比赛是对阵5啊 也是昨天第一场 在这个叉车上 战胜了天鹿的5 今天会不会再拿叉车出来 我觉得还是会是 火车迷拉的 还是火车迷拉的 我觉得迷拉的怎么都得给办了吧 然后迷拉的给办了 我看天鹿自己办不办叉车 天鹿自己办叉车的话 我觉得就不好打了 5就不好打了 要是天鹿不办叉车的话 5肯定这边想想 我们再打一下叉车试 好的 奔太太 我看这局天鹿也是两把 直接是起了5 5把这个车王啊 钢枪钢起来 M0 绿通压出来 哇 这枪 站住啊 对 站住 点头 也是求一下成功率啊 是非常的稳的一个点数 而且我们看到这局也是 起了车王之后 就跟你拼一个近点啊 我也不跟你拼中原点了 毕竟我车王在中原点的交火过程中 我只要不抓到你头的话 其实还是没太有优势的 同样的这局也是HP钢枪 4比6的一比分 输掉这局HP接着1靠 进完1靠之后 那比分应该是要来到6比6平 天路慢慢的可以把这个经济优势给累积回来 好 给点日常防热 双方今天这个翻盘率相当多 嗯 是战略变相货 保护车 红楼梯这一点 马哥再打一个小尾 红楼梯应该不太难直接出啊 因为我们知道后点的话 匪中 景中还是有人帮帮架的 滴滴 滴滴滴直接超出来 一颗雷灌下 再一颗火 比一下走位 我自己已经踩着火直接下了 对 这个直接跳 这跟瓦尔基里那个跳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丢了火铺开之后 自己直接踩着下去 这个估计是不好想 5比6的一个比分 这局的话HP什么都起不了 小手枪 P250 起码起颗烟 试试能不能换到包啊 那也不起的话 那这局不好 直接打不进了啊 下的包都算是一个万劲了 看下这局是不是要其中走 绿通走一个 还是常规加点 匪中走两个 没有 匪中这边绕出来 已经偷出来一个了 另外三个人走一下B点 匪中这个老三楼下这个位置 弟弟出来前压 黄震是把Mokey给收掉 那确定是A点这边打掉了 本台的过来补防 弟婆有烟 三楼又压出来了 错 三楼这个掏后的timing 真的有点应接不暇了啊 你B点稍微一前压 屁股一不注意 我们发现这个红楼梯位置 三楼梯就是又掏上来了 你被献了吗 这张地图的话 其实是小鬼这个位置 就其实跟阿中啊 还有什么都很像的 然后也是会刷人头刷很多 对对对 因为它属于一个叫 火车的一个中路地带 对 好绿通 还是常规价点 这次斐中走两个 3.8包A的战术 应该红楼梯第一时间的话 先不清 先去把高低波前压的队员给清干净 如果没有前压的话 就集中组织一波进攻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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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高波应该是把Takeya偷掉了 咱这边同步的又是绿通断掉了MO 那这波可以直接往外出了 斐中这边 这边进中奔太太的补枪补的速度 也是非常快 2打2 这时候再回家再包 直接走底线 架绿通位置 那这个点的话也是 站的比较远了 弟弟发现B点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情况 接着再补 躲着这个点 听下包 奔太太 架主绿通啊 就架主过点 直接架死 不漏 警钟摸过来 但是这个位置要是摸弟弟屁股的话 应该是摸不到的 咱也是把红楼梯架死 背包 双方现在都进入一个架枪的阶段 根本不漏了 弟弟 这个位置应该是不太好想的 先说跳回来 给看见了 但是没有建包 这个时候很确定是没有建包的 看咱能不能把奔太太太给摸掉 好的一颗头直接爆掉 我弟弟 在反摸Mokey的过程中 也是被Mokey回身一枪给打掉了 那6比7的一个比分 这个经济的话 刚才赢下了两局 稍微的缓和一下双局 哇 上半场 6比7 第14回合天路双局打起来 双局我应该是一把一把比的 对 哦 交了个烟 Mokey 事务教学 是 我可以自己 直接走吧 基里 就知道你小鬼在这 小鬼这边应该是给了姜头 旅程第一个点 没有放过 人才的驾住局 对 旅程这个点 这颗炸雷的话 黄震还是往前顶了一下 是 火上单点 给一颗高闪 烟风里面有人 追出来再往烟后面退 我再混 这时候我们看到黄震不放到位 那这一波不好往外出 Mokey这个狙击 这个狙击应该也是牢牢的架住了这个匪中这个为止了吧 回防到包点了已经是 A点 这第一时间进不来 哇 好 挑一下看到 任太太 这枪没有丢 两把狙击全部保回来 7比7的一个比分 1850 上半场最终局 什么都 有什么起什么的 上半场HP打成这样真不错了 因为刚才米娅这张图也是 拿了一分 只拿了一分 对 只拿了一分 这张图的话我们看天鹿也是 前期吧 就是直接把钢枪这个进行到底了 这局 交换阵营之后 我觉得进攻端 天鹿要是想打那种 就是快速抢A的一波战术的话 我觉得HP还是不太好防 我估计足不明白怎么防 以后天鹿这边应该拿的分数比较多了 过来拉出来就是一枪 两枪 我天 瓦尔基里 厉害了 这个我觉得也有 三下注过点了 把他翻盘成功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4打2 手里投注物的话 这么着看还比较充足 低波一颗岩封好 38D 我这种距离车王 打红 直接走 好 红空梯上红空梯 这个声音也是被桑巴雷给听见了 没有看到人的话就 对 我台名错过了 是 满满滴破摸 跟本泰特会合 但是已经架好了 反正在这边 这时候架住了 那本泰特一把GG一打四 真的不好打了 瓦尔基里都摸到这儿了 是的 要跳个屁股了 好 8比7啊 HP上半场是领先进入下半场 拿到了8分的一个比分 双方上半场一直节奏比较快 拼的也是比较凶的 下半场的话 我想一下 下半场防守端 因为HP我们知道 这支队伍也是非常爱起双局防守的 而且CT这边经济也是比较尴尬 不容有失 HP尽量去拿下手向局 可还可以在开局拿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如果手向局拿不好的话 我觉得天鹿可能一波就直接把这个经济给建立起来 顺势一波就带走了 哇 你这个最好多 嗯 看看天鹿这边的起枪配弹的情况 刚把这边带了一颗烟 一颗闪 一颗闪 一颗雷 一颗雷 火车一颗烟能打到战术确实不多 可以直接封包点 A点B点都行 也可以直接 但是他没有带火 没有带火的话感觉打B点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要是带火的话 可能会高台那颗火拖一下时间 是吧 但是我们看到这局B点是准备要摸过来了吗 很慢摸的 他等Samba得过来把这颗烟扔好 封住警钟 一颗烟的话只能封警钟 亦或者是不封 直接打白往里走 嗯 看到这个轨迹了 好 一颗白 TOKIA也是直接到了这个新悬位 还能不能再打 哇 高台这个位置稍微有点慢 但是还是补掉了 下面瓦尔吉利回房接住 弟弟这个时候超后刚到啊 嗯 刚才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包没有放下 那最后弟弟 52点血 位置被发现 1打3 要绕哪儿 红楼梯 想了一下 其实他要绕个大远的话 可以直接绕CT夹 但是弟弟这位置是放了一下大脚步 让你听到往红楼梯方向走啊 直接架住飞钟 警钟这个位置 哇 两个人架警钟 高台这边还有人在帮看 那这个位置真的不好打了 这 这个三个人把这回晃的所有点位都架死了 包的话 低波是扔在低波没有过来捡到 时间还有36秒 弟弟能摸 我打一颗头 近点这边这颗头 我们看到打的应该是很玄幻的 我们看弟弟应该是跟前点在对枪 然后近点这一颗头收掉 尔基里 上来追一颗头 弟弟再跳过来 哇 这今年 13秒 拖住时间就好了 打完这个之后另一个可以直接走 10秒钟 那个跑吧 对 直接跑 直接跑 弟弟也是赶紧追了 切刀追 10秒钟 来不及下包 来不及下包也得下 自己长的300块钱 9比7 HP 瓦尔基里补了一个大甲 那只有一个2700的经纪 汽车王 3700 哇 这局拼完之后 我们发现竟然是没有人可以买到M4A1这种大枪 嗯 神天路钢枪 下刀包直接钢 B.4 4个 我看另一个是留在了匪中位置 是不是要扔点东西过来 红楼梯 黄震直接带头冲锋 哇 这颗白 匪中这颗白一打出来 我们看到进点猫可以是全白的啊 什么都看不到 我把尔基里边穿烟回来补防 但是我们看到天路已经是转到B点了 我这个位置M5还硬点掉一个呀 2打2 三八对跟弟弟 三八对是有 太神代在手里面 那三八对应该是要加一下进点吧 看能不能录掉一个 三位录掉第一个 好 咱过来跟弟弟打这个残局 弟弟手里的话什么都没有 但是三血量也不多 有两颗闪 弟弟过来听声音就好了 就听拆包 我觉得这个感觉 弟弟还是有优势的 嗯 看头皮好 直接传掉 8比9 从这边翻回来并且下刀包啊 来开始数AK 3600 4600 只有一个人能起大甲的AK 就是三八对 其他人都起不了 然后弟弟把枪发出来 弟弟自己起 他把得起吗 他把得起 好 200AK 那2600的黄阵 弟弟应该是发了一把车王出来 这边自己配好投资物 A点一波了 打克白 M0 一颗 两颗打完 OK A点直接是第一个是被换掉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两颗白打完之后 A点已经成功送进一个人进来了 第二时间进来之后 把这个烟封住了 两天火烧一下 皇帝这个位置 换到AK了 镜中这个点很危险啊 第一个头 强行压掉第二枪 我还在收黑门巴 2打2 包是送在了镜中啊 从这个点马上就要相遇了 回身这个放了一个大脚步 奔菜的反应确实非常快 打完第一个 第二个直接回身看 甭管你有没有人啊 条件反射般的拉枪 9-9 回球打平 这分 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 这分没什么太大问题 HP起不了东西了 400AK 直接这波可以直接进了 A点就直接一颗闪就出了 三颗里打完之后 我们看肺中直接往外走 先把火掏到 三颗火 三枪位置的话应该 三颗火 这颗位置 三枪这个位置没有封火呀 侧身 能不能再抓一个头皮 好的 那这一次我们天罗进来 咱跳出 哇 就有点 对 对 三甩出来这枪跳爆啊 也是非常厉害 减把AK 又是一个2-2 现在把什么都没有 眼里看到了 混死 看下三八里的位置 最后也是锁定在绿通位置 嗯 三八里可以直接过来帮忙下包了 或者再减一下包 两个人再集中 时间还有1分010秒 这人头已经是换的差不多了 三是有 没有假 有一颗烟在手里 还捡了把AK 看能不能偷掉一个 小鬼这个妖娆的身法 对 这时候好像得配点月了啊 所以要是会个什么BBOX什么的啊 小鬼 对面也是没有想到 单柱直接下 嗯 看这连接是觉得 可能在这个B点 然后绕回来 眼里没出来 哎 那三这个位置 三可能是觉得下完包之后 从眼里出来 但是小鬼下完包之后 并没有出来啊 下完包我就蹲在里面手了 对 10比9的一个比分 嗯 看经济 投资物一定要带全啊 要带不全的话 第一波去防天罗这个A点快进啊 防A点 天罗这边 水波这样子是不太好打的 看一下投资物吧 Moke Moke 是在A点还是B点 这天罗并没有选到A点快进 只是留一个在北中 嗯 先断一下然后 A点O他也是扔了一下东西 Moke 扔完之后啊直接加住 哇 这两招 弟弟和黄震这边直接雷刷两个 这红楼梯刷出来 红楼梯刷的 这波对枪不得对过 那节奏又是 进入天路的这个节奏了 两个人可以保墙 11比9 哦 黄日志 黄震还留了个心眼 也是怕 匪中穿出来 景中穿出来去打他啊 先假抱一点 每时候自己下包的时候 总发现 对我对我告诉你 没事你下吧 然后就会发现 我下包的时候被打死了 心塞塞 哦 哇 这黑白白铃刷了两个 方向好 弟弟跟三不得一波集合 但是我们看现在投资物 如果一颗烟这时候 封到这个红楼梯 瞬间封出来的话 就很大 但是我们看这颗烟是选择封的包点 拿出来这个墙横着拉的 好 三不得 手脚的第二个 11比9 HP没有经济 钢到底吗 三这边并没有选择钢枪啊 那这局的话 对于天路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 因为我们感觉天路的这种 对方的这个强起局的话 天路这边掉枪掉的都比较厉害 老师到最后 那么一两个人都能赢下这一局 其实经济也是这么打的话 会被HP拖的比较伤 我们可以过来跟这个DG队一下 王尔吉利 王尔吉利 USP这个时候USP拿出来也是绝望的 嗯 但是杀银这边的话还是抽到了一个 嗯 Dakia 这个位置架死 我们看绿通已经是压水了 其实Dakia这个位置 可以安安玄玄的回到B点了 但是我估计他也是在想 这个红楼梯A点已经是摸出来了 不太敢架 好的弟弟 匪中过来收另外一个 我们过来追一个屁股 具体回身这一枪 12比9 看HP的这个关键局了 长枪局 5800 5800 2把大局可以直接起起来 有一把肯定会起的 Dakia起一把 5800的瓦尔吉利 瓦尔吉利起不起 小甲 好双局 双局 其实我感觉天鹿的这波快进 每一次是在A点的时候 都是匪中给压力 然后绿通出来杀人 3 绿通一颗 严先封住 日常这边也是 交一下他的5 果然 红楼梯直接都三个拉出来 这波快进 Sakia 狙掉一个 天鹿这个速度确实是太快了 就是哪怕Sakia这个 狙掉之后也是可以成功的 被天鹿摸A点队员给补掉 对 最后一个瓦尔吉利一把狙击 警钟过来 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保也不好保 黄阵把位置架死 13v9 HP接着Eco 14分 14分的话还是起下长枪 但是这局没有选择Eco 直接起长枪 刚到底 那这样就是刚到底的节奏了 对 这局我想一下经济 黑米巴存一个1,75 连胜的话 天鹿应该也是有连胜的4 已经连胜了这么多局了 绿通一波 这次我们看到并没有选择三点加A 好像还是要打一个三点加A 但是同样的绿通要走三个了 狙击直接过来电话亭后面 这个位置就看清不清了 近点 3.8 3.8 自己选择干摸 也是被本菜的进 被MO直接收掉 那这边绿通打通的话 溜到这个车厢上这个位置 应该是 其实这个位置 匪中是可以出的 近点喷一个 则可以要跳过来 剪把大枪 喷掉之后再回身 哇 这个瞬间又是爆做出了一波人头 这个蹲出来 感觉MOKE 这个位置应该是在看哪儿的 看红楼梯吧 嗯 红楼梯那边是发出声响嘛 嗯 一直在勾引 那这局钢吧 对 这局也是果断钢枪的啊 就感觉HP这一波就是 坚持了这么多局 上半场下半场赢下手枪局之后 被翻盘之后 也是感觉有点被打蹦了 啊 这个节奏的话 真正面一波根本防不住 这么把把钢自己投注鬼是在不全 还是同样一个战术 黄震一颗火风突来 绿通往前顶 并没有看到人 这时候这波东西交完之后 估计 又可以成功拖到A点的四名防守队员 哎 哎 嗯 要打自己人吗 是 好 那再收 那这次的话 我们看这个应该中掉 3打4 对3打4 把这个位置架死 就看这个三刀下这个 我打红 我笨太太 这个很极限了啊 打红还把MOK给收掉 2打3 那这波人头的交换的话 HP还是人头数比较占优势 但是我们看到另一名选手啊 桑巴D已经是B点抛出来 绕到警钟的这 绕一道侧道位置了 嗯 下包了 一道直接过来把警钟给架住了 然后挖机里这边 应该是还没有意识到说是 想刚过来看一下B点什么情况 也是直接被SambaD给摸掉 那这边下道包 我看弟弟跟SambaD手里又有两颗火 基本上这个包的话 嗯 两颗火是能完全拖得住时间的 对 黑门把手里留一颗烟啊 3 这时候有两颗闪 近点弟弟打到一个 火的话其实可以焦了 好 烟封掉 嗯 那拆不了了 再打一两颗白 对 看在SambaD那边高坡 对 没有听到拆包的声音 赛点局 HP把这个经纪要划光了 看一下HP这边的经纪吧 还是能刚起来 刚起来 但是刚不全 车王法马斯啊 能刚什么 刚什么 4450 刚才TamenBaba说过 留了一个1550的经纪在手里 15比9的一个比分 Zakia 刚才喷子喷掉一个之后 我们看回身 其实Zakia刚才打得很漂亮 嗯 斐中过来之后喷掉一个 接着再拿一把AK回来 但是我们看到 开局的话 这局还是很关键 B点小鬼的一波 摸脸也是成功的反复到烈士 多的路了 OK 近点 哇这个 对枪有点失误 对有点失误了 黄震 同路提 回头刷一颗火 最后一个残血的黑曼8 19点血 加豪 位置确定 黄震这边直接是穿死 对 天鹿这边的话是16比9 拿下了这招地图火车 还是恭喜一下天鹿吧 这个战胜了2比0战胜了HP 嗯 其实上半场的话 确实是作为进攻防拿了还是不少分 HP是拿了8分 然后又赢下了下半场的首相局 直接拿了9分 然后就1分拿不到了 对 然后被翻盘之后 我们看天鹿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就把经济建立起来 一波拿下 嗯 那我们一会儿的话将要看到的是由Fail对人天鹿 对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看下一场比赛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家? 内容 转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